现在正值新春佳节 很多NBA球星也为华裔球迷们送上了新春祝福 但在球星们拜年时 却出现了一件十分具有争议的事情 76人球星雷迪克在对我们送上祝福时 Townchink这个词语来称呼华人 这段视频并不是由NBA或者是76人制作 而是授权给了腾讯公司 自从争议爆发以来 腾讯公司已经对视频进行了删解 删除了雷迪克具有争议的片段 但在我们找到原版视频时 就会看见在其他的球星都笑领盈盈 向华裔球迷们送上新春祝福之际 在52秒处 76人球员雷迪克出镜 却送上了这样的祝福 要知道Chink这个在美国可是家喻户晓 带有歧视性的意思 直译以思维载眼小缝隙 这是针对华裔的一种侮辱性称呼 这则关于NBA球员雷迪克在拜年视频中辱华的消息 迅速传播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 雷迪克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做出回应 他说 我刚刚看到网络上传播 关于我祝福NBA华裔粉丝新年快乐的视频 很显然在视频中我舌头打了结 因为我说出的这个单词并不存在于我的字典里 我对所有认为我会使用这个词语的人表示失望 我爱并支持我们中国的朋友们 由于许多人不满意他的道歉 雷迪克随后又公开发布了一篇长文 想要解释此次的歧视言语 但粉丝们的态度也是各持一方 有粉丝认为他在狡辩没有诚意 也有粉丝认为他是在真心的道歉 其实这种对于亚裔的种族歧视事件 并不是第一次在NBA发生 2012年华裔球员林书豪 在尼克斯的一场比赛中输了球 一位记者以Kink in the Armor作为双关 随后被网友炮轰 视频也被立马撤下了网站 网络带来的压力也使得该记者 事后被迫离职 本赛季全明星正值中国新春佳节之际 NBA官方也前所未有的重视了中国市场 那么对于雷迪克所在的76人而言 球队公关或许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如何处理本次种族歧视的事件了